双方谈判代表一一进入会场 乌克兰代表团来到与白俄罗斯的边界 第二大臣戈梅利 与俄罗斯代表团展开谈判 但期待并不高 乌克兰的诉求是 俄军立刻停火和撤离 俄国则表示 不会在谈判前 公布他们的正式立场 乌方出席的成员 包括国防部长列子尼科夫 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科等人 俄方则是总统助理梅金斯基 下议院国际委员会主席斯鲁兹基等人 白俄罗斯外交部长马克一 也有参与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办公室 在前一天宣布 将在没有预设条件的情况下 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交界地区 与俄国进行谈判 泽伦斯基办公室还说 白俄总统卢卡申科 会确保乌克兰代表团 在出发谈判和返回期间 部署在白俄的所有军备 都会留在地面上 只是俄国一边展开谈判 一边又说 已经掌控整个乌克兰空域 泽伦斯基则是在谈判前 呼吁俄军放下武器 并且要求欧盟 透过特别程序 立刻让乌克兰加入欧盟 欢迎宣传 大家听众的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今天进行都会订阅 最新闻你 衣服 完全是一会 作用 三百大 四十三 三百大 memang